新的指紋辨识技术 Marmo是瑞典第三大城 最南端的城市 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只隔了一座桥 搭火车不用半小时就到丹麦 十七世纪以前 Marmo是丹麦的领土 为属瑞典之后 Marmo成了工业大城 还造船重镇 但一九七零年后产业没落 这里一度萧条 它是一个名字的建筑 它是像一个 它是一个五十五岁的建筑 所以它是一个名字 而是Marmo的主名的旋转大楼 五十四层像扭毛巾一样 拧了九十栋 是北欧最高的建筑 2005年落成 老城市现代化 如今Marmo新创产业进驻 在这里还出了一个传奇 把手指头放在传感器上 一次又一次 一部分一部分建立起你完整的指纹模样 这个过程不闷不陌生 因为许多高阶智慧型手机 都是用这样的指纹辨识系统来解锁 这项技术 让Viva Prince Car FPC成为2015年欧股的最大黑马 它变成为欧洲最传奇的新创公司 其实FPC一九九七年就成立了 在这部分的应用程中 我们可以显示3D的直纹模图 从手指纹模图 专注于研发 指纹辨识 透过仪器感应 3D指纹像山谷一样 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纸上秘密 都清清楚楚 指纹传感器最难的部分 就是要把它做得小巧精致 FPC钟情于研发 希望有一天能运用在各种生活层面 但成立后多年苦无市场 甚至2005年还曾编临 后产边缘 直到手机市场起风了 最大竞争者被苹果收购 接着iPhone 5s首度推出指纹辨识 顿时指纹技术成为手机界薪酬 FPC顺势接管市场 成为苹果竞争者们的供应商 当市场到时,我们都准备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键去的成果。 真是所谓十年猛一剑,FPC能爆红,不但是坚实新创,等待市场成熟,更要有远见,以别人早一步,看到未来。 The name fingerprint cards comes from the original company, where the vision was that fingerprint sensors could get into cards, you know, payment cards, or access cards, or those type of devices. Now, this is coming back now as the next big volume market that we see today is for that type of card. 把指纹辨识坐在信用卡上,这是FPC将在2017年发表的最新技术。 刷卡,要指纹才过关,这张卡无敌了,不怕被盗用。 电子支付是世界金融科技的闲学,FPC要抢先一步,再写传奇。